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快乐的 你好 小姐 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我叫顾振宇 是战斗卫生生 你好 你好 我叫方梅 怎么样 在公司还适应呢 挺好的 谢谢你的推荐 我才能够顺利就在秘书室 你能成为总裁秘书 完全是靠你个人的事业 不过我也很轻押 童俊明能那么顺利地接受你 你以后千万别怕他 很多人觉得剧名不苟严 笑难以接近 其实工作时间长了你会发现 他只是不善表达 内心还是挺温柔的 对了 为了庆祝你成为总裁秘书 今天晚上我请客吃什么你选 既不可失 那怎么能行 应该我请客才对啊 好吧 你请客 我买的 似乎我会失败 但下次我会赢 我认为是什么 你能赢得到我吗 你能赢得到我吗 我认为是什么 我希望你住在厂房 我认为是 我真是混合 但是 我们可以吃饭吗 好吗 你能赢得到我 吃饭 当然 现在 我先去回家 童总 我们派的人 在澳洲所有的公司 都有派查过 都没有找到顾总 我想 他应该是没有在 任何公司任职 那振宇会去哪儿呢 方美 公司面临改制 新老员工交替 我身边确实需要 像顾振宇这样的人 那我们先来应该怎么办 走 ろう 我把你下桌了 好 我走了 我试追 吹牛 刚才马城主跟我说啊 他看我干活骑马时候很有天赋 我可以以后一直在这儿打工 这样就能待一辈子 他还说的 我俩说一句 这儿这么安静 如果真的能在这儿过一辈子 你一定会觉得寂寞的 有你再就不寂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an订阅 他都给了你 也订阅 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